吴永恩怎么突然就不喜欢王子文了 是因为综艺《墨叶家族》里 有另一个女明星对自己感兴趣吗 有一说一 王子文还真应该感谢荣祖儿的查能力 因为有了她的干涉 吴永恩的心口不一得以呈现 相信不止王子文感觉出来了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感受到了 看到吴永恩对荣祖儿那种殷勤 再看看她对女友王子文的态度 一对比起来就会觉得好生气 当节目组安排嘉宾一块去钓鱼的时候 王子文与吴永恩这对情侣党 自然而然就组成了一对 但王子文并不会钓鱼 虽然王子文有见过鱼竿 那也是在演戏的时候 对于这种东西的正确使用方法 王子文是一点都不了解 针对鱼竿的诸多好奇 男朋友吴永恩尽在咫尺 王子文却宁愿去问远处的镜头 去向工作人员求助 也不愿意求助旁边的男朋友 而吴永恩也不搭理女友的动向 任由王子文把一线都纠缠成什么样了 也不去帮忙 一些路过的网友看见了 都不会觉得这俩是对情侣吧 八成是对不怎么熟的工作人员 王子文都郁闷出表情帮了 吴永恩还在心无旁骛地钓鱼 王子文吐槽自己 今天一个下午 可能都要交代在这个线上了 吴永恩也跟没听见一样 也不关注王子文 继续自顾自地钓鱼 单凭这一个小段 就足以证明两个人的关系 确实没有之前那么紧密 想当初热恋气的时候 在车上坐着 吴永恩都会密切关注 王子文的动态 觉得王子文可能坐大巴车 坐得不舒服 就贴心地询问王子文 需不需要枕头 座椅上没有枕头 吴永恩还会创造枕头 王子文也会回应吴永恩的示好 有你就不需要枕头了 这自然而然的情话脱口而出 笑容里都是矮雅 再看看先如今吴永恩在节目上 却连一句土味情话都不敢说了 节目组让吴永恩对王子文说土味情话 吴永恩灵机一动说 星星在天上 你在我心里 这句话还是很甜的 但虐的点在于 吴永恩并不敢对王子文说 节目组觉得这句话 应该直接对王子文说比较浪漫 但吴永恩却并不采纳这个建议 师父假装没听到 于是节目组再三询问吴永恩 会不会将这句话对王子文说 吴永恩都闭口不打 甚至还表演了笑容消失术 但就是说 这句话原本不是对王子文说的话 还能是谁呢 为什么要直接阐述的时候 就不敢了呢 想当初 王子文一天不见就万分想念吴永恩 吴永恩一看见王子文就很开心 眼神放电 情话一连串 仅仅是因为一天的时间 没有跟王子文见面 没有约会 吴永恩就倍感失落 害怕王子文跟其他男嘉宾约会 所以现在是得到了 并不珍惜了吗 天天在一块了 就没有这种腻乎劲了吧 对王子文一天